都说勤劳可以致富 在法国这个是行不通的 你说你想多赚钱 内事内活都可以 但是法国劳动法不允许 法国法定工作时间每周三十个个小时 连续工作五天 必须连续休息四十八小时 也就是说在法国人人必破双休 但有些行业 比如大坝司机必须连续工作 法国也有规定 连续六周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不能超过四十四小时 也就是说你这周工作时间长了 下周必须把休息补回来 你说你就是喜欢加班 劳动能让你快乐 那你这快乐最好低调点 要是被举报 你的老板会收到取恶罚款 严重的可能坐牢 那你说我不打工 我自己开个店 想开几天就几天 想几点关门就几点关门 这也不行啊 劳动法规定商业超市 或者店面禁止在周日 或者节假日营业 另外劳动法还规定 所有在法国工作的人不分国籍 每人每年有五周的带薪休假 算上节假日 每年有150天不用上班 这就是法国一方面说 现在用工花 一方面又不努力奋斗 加班不行 兼职正 还不行 少休假也不行 自己开个店 任性点也不行 你们觉得这样的法国好吗 是用工花 能不会 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